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你觉得自己很疲惫或者是心情不好的时候你是怎么放松自己的呢 忍着 如果在工作过程当中很疲惫或心情不好的时候就只能忍着 可能如果能够休息的时候会选择旅行吧 去外面走一走 有的时候你觉得去外面走一圈回来以后你整个人都豁然开朗 旅行会是让我觉得比较放松的一个方式 哥哥 你知道有很多海宝都想睡你吗 你有什么感想 我想再回答 就还是不要啊 因为我这个人睡眠不太好 我怕传染给大家 如果下辈子不做人类的话 最想以什么样的动物形态活着呢 鸟吧 因为我觉得可以想飞到哪边就飞到哪边 然后不会被地狱束缚 关于爱情是相信日久生情还是一见钟情呢 其实两种都有吧 可能有的时候觉得感情是一个特别奇妙的东西 然后也会相信人跟人之间如果真的是有缘分的人的话 碰到的那一下就会能感应得到 但是两个人如果相处久了肯定会感情会更深厚 转化成别的更浓烈的感情 请问你最不满意自己身上的什么部位呢 嘴巴吧 因为从小就老被妈妈说说嘴巴长得不好看 但是现在也不知道为什么 会想练成稍微有点肌肉 然后出演运汉角色的想法吗 会啊会啊会啊 因为我比较懒 所以总是不会很规律地去健身或运动 但是也会想演一些比较阴汉的角色 把自己练得好一点 许先生 你喜欢被人壁冬或者是摸头沙吗 如果有人对你壁冬或者是摸头沙的话 你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我一定会回答不喜欢 因为如果回答喜欢 我很害怕以后在机场或者在别的地方 突然有人被我壁冬把我吓了 我胆子比较小 刚才听到粉丝喊起来想许我的时候 有没有想回答好的冲动 有没有想回答好的冲动啊 我觉得面对这种赤裸裸的这种告白 还是挺尴尬的 我们希望我们每个人能遇到自己 致命中的致命天赐吧 把我逼死了 好吧 如果你喜欢一个人 可是他不喜欢你 或者对你无感 你会怎么办呢 喜欢一个人啊 如果他对我无感的话 就任由自己写对他好吧 我觉得直到自己可能 不喜欢有没有感觉的自己 就会不这么做了吧 你没懂什么意思啊 你们还没睡 我怎么看你们 闭上你们长长睫毛啊 你应该很虚早点去叫你一句 哦 来来来